猴哥还有开机 猴哥有小伙子 嗯 我都十多年没有 试过了 十多年没开机了 现在我老公可以啦 十多年跟一年半还好 你老公还很年轻 说不定你们年轻嘛 喂 你们真厉害 你是分房 所以分房 真的 两个做行时间不一样 一个 因为他们工作时间不一样 党不成 党就比较高 胆固唇变高一点都不用吃啊 但是那个血压的 每天都有吃 血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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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胆固唇多高 小小哥知道吗 差不多到料了 料了 经常是吃到嘛 现在都差不多到料 所以还好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常常运动 运动 那么那个血管都比较好一点 你昨天看到桌面那个有没有血压也比较高 他道歉 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你好道歉 那就好啦 雷拉的有看吗 呃 好烦喔 看了看了看了 对对对 有道歉我觉得先道歉吧 对 然后 在自己勇于承认 然后自己去修正自己的不对的行为 在面对该有的心法 就这样而已 对啊 就不要一直妖魔化 所以你上节目说有那个悲伤乳头 的那个 悲伤乳头 嗯 悲伤乳头 悲伤乳症 好的些 没有 还是没开机喔 不行 嗯 然后我老公那天很可爱喔 然后他就 line私讯我 说 老婆我想问一下 请问是 你你觉得 他问我说 你觉得是我的问题 还是真的是身体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 其实仔细的反思了一下 我有跟他说 老公其实我第一次生小孩 你真的要问我说 是你的问题 还是老公的问题 还是身体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 不太知道 可是医生开给我的荷尔蒙 我都有 就是每天一定一颗 然后如果 觉得那个 心情比较烦躁 更年期的症状的时候 就吃两颗 然后又 一算说我有点脚跟 对 你男人的角度 来看 你觉得我老公 一年半你可以吗 双手无敌 双手无敌 我老公很好笑 有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 我现在分房睡 但是我都会把小孩哄完 跟他睡 然后有时候 小朋友会突然大哭啊 什么 然后老公有一次 就全裸跑来 我本本房间 嗯 我就说 你刚才干嘛 哈哈哈 然后咧 他怎么回答你 就是他就很尴尬 哦 就是 静在不眼中 对 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 是 他到底有什么时间 因为我跟小孩都在 好 那你待在多久 应该好了就可以 可以吃 你说他是婆婆还是自然 自然 那他就 三天后就可以 可以吃 没有他全 三口全好啦 一个礼拜 不止啦 一个月 差不多要一个月以上了 嗯 嗯 对啊 那那那 猴哥 哈哈 猴哥还有开机 猴哥有想要回答这个 我都十多年没有 试过了 真的吗 十多年没开机了 所以我老公可以啦 十多年跟一年半还好 可是你老公还很年轻 说不定你们年轻嘛 你们真厉害 你是分房 所以分房 真的 两个做行时间不一样 一个 因为他们工作时间不一样 可能是我工作的时候 是 小班 马班 很多时候 对 那么回来 他在旁边 我所有的他睡觉 因为习惯自己这样 哦 因为年轻时大了 可能刚刚说 有可能打呼啊 可能 有些时候去 应酬 有很多宴会 酒味 没有影响他 他睡 所以睡得很好 好天心啊 暖耶 对 对 对 就一直久 大家都已经习惯 你就在 你那家 你一个伙爹 和你那一个伙爹 就是要 嗯 其实我 不是 不行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他又不可以 并不是不行 哦 哈哈哈哈 哦 那你这个很重要 你要讲 你可以讲 大家都误会 对啊 对啊 那 那 那我想的时候 才会找 嫂子这样子 啊 想要的时候 才会找嫂子这样子 基本上 我都没有 身家很多年 没有这个市场 哦 真的 我基本上 很多时候 跟我最小的孩子 去菜圈啊 去旅游啊 很多 对啊 有很多朋友陪我一起旅游 有很多工作 打过去做 明明把这个 这个市场 嗯 现在已经 享受天伦之乐 不是享受敦伦 对啊 真的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我 已经变成公公一样 所以你会担心 这样会影响夫妻的关系 嗯 嗯 我觉得如果 如果真的 再久一点会 我一定会担心 其实我老公也年轻 身高 长相都还ok啦 就是 但我真的觉得没办法 因为前阵子我女儿又住院 嗯 然后最近外公也住院 所以我觉得那个 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要很天息地利人和 就是觉得啊 就是想要 可是现在就是没办法 现在觉得 好多初为人母的状态跟压力 嗯 有时候一睡醒来 就会 这边以上发烧哦 但是是没有温 就是量体温是没有发烧 是正常的 但是全部这边都在发烫 然后 脾气也真的变得很暴躁 就是真的是 哈哈哈 对老公 脾气也变得很暴躁 然后 嗯 口干舌燥 就是你怎么样喝水 都无法满足身体的渴 嗯 然后 就是不想做那件事情 跟 带小孩其实 也真的会比较容易累 哦 是不是你吃药可以改善吗 我有吃 就上次到现在 我吃了两个多月的药 二毛 一定都吃 嗯 对 有改善 我觉得我皮肤变很好 哈哈哈 可是我有时候忘记吃 我隔天就真的会不太舒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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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